野心 卓儿 令妃生了没有 说是投胎不太顺利 听这声还没生下来吧 令妃娘娘 奴婢来给您报喜了 令妃娘娘 令妃娘娘 野心姐姐 您怎么来了 令妃娘娘 野心姐姐 您不会能进去 错了 这产房血腥啊 我能进 您不能进 在这儿候着吧 不是 野心姐 不是 您真不能进 令妃娘娘 换水 换水 你快一点 令妃娘娘 奴婢给您请安了 令妃娘娘 快拿来 奴婢是来给您禀报一声 魏夫人已死 左路发配边疆束手 真是可怜哪 一个好好的老夫人 死了都没人送终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府里 而且 左路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啊 你先来什么 你别 娘娘 您听见了吗 滚 你给我滚 那奴婢先退下了 您慢慢生 慢慢生啊 你拿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轰出去 慢慢生啊 小娘娘 主 主 主 您可出来了 您快请吧 靖庄公公 还在这儿候着呢 您慢慢等着吧 这里头啊 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 我先走了 小娘娘 小娘 快快快 小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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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 娘娘 娘娘 您再憋口气 坚持一下啊 靖庄公公 您都等了一宿了 您要不歇会儿吧 您喝点茶也行啊 靖庄公公 别儿气 坚持一下啊 娘娘 快了 快了 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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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日的指望落地了 我妈 杀个吗 杀个吗 累死我了 忙活了一天一夜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了 结果还是个公主 公主啊 公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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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平安生下来 娘娘大红止住了吗 总算勉强止住了 可令妃娘娘也伤了身子 怎么就伤了身子呢 令妃娘娘 应这场大红出得不轻 宫体受损 恐怕两年内不能再遇洗了 否则勉强生育 孩子也会因体弱而难保啊 先不管什么两年后了 先保住眼下再说吧 嬷嬷您快进去了 辛苦了 好好好 好好照顾令主 公主 公主 公主也好 公主也好 卓儿 喝一口吧 再来一口 卓儿 七公主来了 快 慢点 您瞧 多可爱啊 本宫和皇上 都怕这是个皇子 若是皇子 就能保住本宫 可偏偏是个没用的公主 都保不了本宫啊 您别这样 您刚出完大红身子虚 经不起伤心呢 卓儿 公主也挺好呀 你说皇上有七公主 前头皇上的公主 腰折的腰折 出嫁的出嫁 皇上肯定会喜欢我们公主的 皇上 皇上知道了吗 静忠公公已经报喜去了 这算什么喜啊 生了个公主 皇上不在意 皇后 就会立刻要了本宫的性命 皇上 皇后娘娘 颖妃娘娘 令妃娘娘生了位公主 是个公主啊 平安吧 回皇上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 但是最后承蒙皇上必有 母女平安 七公主平安就好 皇上 七公主长得可爱极了 一双大眼睛像极了皇上呢 皇上可要去瞧瞧了 朕就不去勇朔宫了 颖妃啊 朕知道 六公主没了之后 你一直伤心 朕把七公主交由你养育 朕得空 会多去瞧瞧七公主的 臣妾 皇上知道 臣妾一直不喜欢令妃 况且 我与她同在妃位 按照规矩 臣妾能抚养她的孩子吗 李渔啊 传朕旨意 令妃齿夺封号 将为答应 喳 颖妃 你养答应的孩子 也没什么不妥 皇后 你以为如何 颖妃可以养育七公主 自然是好事 皇上 魏扬氏害死永景之势 臣妾始终不相信 是她一人所为 如今魏答应也生产了 臣妾还恳请皇上 允准臣妾继续调查此事 好 无论如何 七公主 先交由尹妃养育 等到皇后查明此事 朕再发了未答应 臣妾谢皇上恩 主儿 您看哪 这小衣服多可爱呀 七公主穿上一定好看 主儿 这件衣服还是庆贵人 给公主做的呢 这孩子怎么总是哭啊 皇上口谕 给令妃娘娘请安 李公公 是皇上想见公主了吗 皇上是惦记着公主呢 但想着令主还在月子中 亲自照顾不便 所以特命奴才 把公主带了去 公主刚落地不久 就要送去协方殿了吗 这公主还小 离不开额娘 还请公公 禀报皇上 能否再关心几日 皇上疼爱公主 舍不得送去协方殿养育 打算给公主 找个身份尊贵的嫔妃 作为养母 颖妃 膝下无子 出身高贵 抚养七公主 再合适不过了 颖妃和我们主同是非位 颖妃怎么可以养 我们主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您了 您现在已经不是非位了 皇上有旨 令妃 耻夺封号 将为答应 按照规矩 您身边 只能留一个太监 两个宫女 其他的人 通通都得带走 我刚为皇上生下宫主 皇上不能这么崛起了 皇上没让您跟着卫夫人一起去了 就是无比宽人了 李公公 李公公 本宫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 怎么就成了旁人的女儿了 这不成啊 还请您帮我求求皇上 颖妃与我不母 怎么会照顾好我的孩子呢 还是怕公主 留在我这儿吧 皇上 倒是想把公主 送去别的位分更高的娘娘们哪 可是有几个与您和睦呢 皇上 皇上顾虑着七公主的前程 选了颖妃 您若觉得不成 奴才这就去回话 您就敬听皇上的处置吧 李公公 这您没有庞的法子了吗 没了 奴才这就带七公主 去楚秀宫 跟我走 不 不 不 主 主 魏答应 您先好好当着答应吧 还能好好坐月子 养养身子 等皇后娘娘查清楚 十三个被害的事 您就有着落了 走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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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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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呀 太后 请太后开了呀 姑姑 太后还是不敢见我吗 太后能容你未答应 不是让你和你的额娘 做这些恶事 太后如今潜心修佛 听不得这些龌龊事 为答应请回吧 请太后联系我啊 太后恩准我去木兰渔场 即是对我的恩典 臣妾会对太后精心尽力的 太后要你做事 不是让你自作主张 还纵容你的额娘 他犯害皇嗣 太后想想就后悔 您的忠心太后受不起 魏大爷 以后不许再来慈宁宫了 求太后静静臣妾吧 姑姑 魏大爷 如果在深夜惊扰太后 太后也不会容你了 我也是无尽可施 才能求太后的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叫人哄你了 关门 走 求太后恩姐 快走 走 姑姑 求太后恩姐 姑姑 求太后恩姐 求太后恩姐 求太后恩姐呢 姑姑 你滚开 希望否则的话 走 走 走 你们先去 益仑哥哥 益仑哥哥 你瞧瞧我啊 益仑哥哥 好好好 好好好 魏大爷 林郑哥哥 救救你的燕王吧 你的燕王快被人害死了 没有人要害你 一直是你的害别人 我是你的亲爱竹马呀 你怎么能这么看我 你是皇上的嫔妃 我是皇上的侍妇 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 我也不许你的情意 给了别人 我不信你帮着皇后 送他回去 林玉成 林玉成 林玉成干吗给我 万千 similar 人哥 看看啊 爸爸 我要力气 他的眼神 但是你 Sharon 再一个小艺 人造成是 七公主可爱是魏大英会生 本宫不过是养着有趣罢了 生娘哪即养娘亲 将来七公主有个好人家 难道还是因为魏大英的面子吗 当然是因为尹妃娘娘了 听说魏大英也要来看七公主 提起过几次被本宫拒绝了 宫里人人都知道魏大英品性不佳 既然七公主跪了本宫 就不要染上了生母的习气 免得被带坏了 这回皇上让尹妃妹妹抚养七公主 也是看重咱们蒙古 回去告诉我们的族人 皇上看重蒙古 蒙古四十九期必得效忠皇上 必定 我听说皇上最爱的公主 除了早上的五公主 就是孝贤皇后所生的 嫡公主 何晋公主了 何晋公主不也是嫁给了咱们蒙古亲王吗 皇上到底看重蒙古 连唯一的嫡公主也嫁了过去 纯贵妃娘娘 这是内务府这个月的开晓 皇后娘娘说了 请您啊帮着给看看 对了 尹妃宫里养着七公主 你们平日里要多固执些 皇上也说了 尹妃娘娘的奋力啊多一倍 那就要皇上的旨意办 七公主是尹妃的女儿 至于永寿宫里 那位七公主的生母 不必好好待她 这位心思狠毒 害了皇寺 连亲娘都要陷害的女人 根本不配为人 是 是 这件事情不必告诉皇后娘娘 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奴才明白 还有 何敬公主 马上就要带着小世子回宫了 这可是头等大事 你们务必安排妥当 何敬公主 可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是 那 纯贵妃娘娘先看着 奴才告退了 好 阿肇 4 5 5 5 6 10 给公主请安 皇上已经在殿内 候着您了 公主请 皇阿玛 景色 来了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免礼免礼 景色 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 这一别多年哪 都出落成大姑娘了 这的景色还真是一点没变 瞧皇阿玛说的 儿臣连孩子都生了 来 坐 景色 朕瞧你 越来越像你儿娘孝贤皇后了 听说你持家有方 在科尔沁部深得人心 朕很是欣慰 这次让你回京 是因为儿父色不疼 把勒猪尔坏了事 你不会怪朕吧 阿穆萨纳叛乱 儿父未能及时察觉平地 而被削绝 这阎雾军机本是死罪 这些年儿父与你不睦 朕更是不晚 但朕不能杀了他 不能让你年轻受寡 多谢皇阿玛提示 儿臣早些年便常住京中公主府内 如今出了事更不想回科尔沁部 皇阿玛留儿父性命 已经顾全儿父颜面 希望他知道悔改 儿父待你不好 朕的心里很是不安哪 其中儿臣与儿父也还好 后来儿臣生亲幼时差点没命 也不能再生育 谁知儿父就忙着纳妾 从此夫妻勤薄 儿臣想 以后能多跟在皇阿玛身边就好了 这次啊召你入宫 朕就是想和你叙叙妇女天伦 有空的话 把秦幼带给朕瞧瞧 让朕看看外孙 是 是 儿臣会带亲幼去长春宫 向和娘行礼的 好 好 记得给皇后请安 儿臣明白 不会失了礼数 好 这么大排场 是和靖公主吧 听说她今天回来 好 人家是孝贤皇后 嫡出的孤伦公主 咱们景元跟她嫡数有别 可差远了 看样子 她是要向皇后请安哪 近日和宫向皇后请安 咱们可别太迟了 今日和靖公主回来醒亲 有许多新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吧 在这一座 发现额娘在时的旧人不多了 真是感慨 淳娘娘 三弟如今还争气吗 谢公主关心还是老样子罢了 诸位弟弟面前我算是长姐 嫔妃的职责在于养育皇子好生教导 才可使他们成为国之动量 公主说得是 此次回宫 额娘在时的简朴气象经都改了 宫中风气越来越迷肺 盛世气象 海燕和清 自然和皇上刚登基的时候 不能相比了 是吗 不过是人走茶凉罢了 好 嫡公主到底是不一样啊 便是皇后在您跟前 都不敢回嘴 她是季后 我是嫡公主 她敢在我面前摆几分的皇后夹子 皇后心机颇深 否则她怎么会在孝贤皇后崩世后 都赢了这么多人 当上了妻后 您就是再怨她 也别和她硬碟 我不会和她硬碟 但我也没忘了 当初是她来劝我远家克尔庆 若非我远家 额娘不会欺婚了头失足落水 那么快就崩世 我也不会婚事不携 没有亲娘依考 我过得不好 皇后也别想过得这般舒坦 皇后娘娘 这些日子奴才细细茶碗 包括宫中的杂役 有人看见王蝉在火场抱着一条狗 样子跟富贵相似 王蝉是魏燕婉的人 是 姐姐 我让叶昕 王蝉在接生嬷嬷当中一一询问过 有人见过魏燕婉私下和田姥姥说过话 田姥姥也曾由王蝉传话 召去永授宫 将王蝉拉去顺寻寺考问 这儿 青天白日的嚷嚷什么呢 有 三宝公公 您这是 皇后娘娘找王蝉问点事 去趟慎行司 您这差当得好吗 您不也是办差吗 是 王蝉 进了慎行司 您可老实些 有什么说什么 说错了一句 谁可都救不了你 走 主 您都坐半天了 不然咱回自己宫里吧 用寿宫冷冷清清像个囚笼 我可不愿在那儿等死 王蝉呢 半天都不见他人眼了 他不会是见本宫办了事了 就想偷偷溜走吧 王蝉不会的 大约是做什么差事 一时半主了 王蝉说他抱的是野狗 不认与景司之死有关 还说 他替魏达映召唤田氏入勇寿宫 是魏达映询问自己生产之事 臣妾记得魏达映那是初有孕 就这么急着换街生姥姥了 还偏就是田姥姥 皇上 王蝉的证词大有漏洞 该赵魏达映去盛行司对质 好 待魏达映到盛行司问话 若是供词对不上的话 即可对魏达映用刑 喳 世子 你们抓我呀 世子 抓我呀 你等等奴婢啊 你抓不到 世子 你快出来呀 抓我呀 你们抓不着啊 世子 你慢点 你抓我呀 世子 世子 慢点 世子 你可别乱跑 世子 世子 我的主儿 您怎么在这儿啊 叫奴才好找 出大事儿了 王蝉被带进市井死了 什么 皇后听是要送王蝉下手 差年害十三阿哥的事儿 很多事王蝉她不知道的 可曾有她知道的吧 这 是 皇后抓走王蝉 巫师也会生出世来 皇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锦州 求求您 想想办法呀 公主 别我 我再给你想办法 谁叫不懂事儿的孩子 主 没事吧 这不是何静公主的独子吗 怎么也没个人跟着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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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跑哪儿去了 世子 瞧这顽皮的孩子 你吸掉水里去 世子 锦州 咱们要救了 这是急死人了 世子 世子 替我先皇上就请 那我才知道 世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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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經歇 人 Jenkins 他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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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有人落水了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孩子 救命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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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我们家狮子的 狮子落水了 狮子落水里来了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狮子 狮子落水了 狮子 快来人啊 狮子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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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狮子 快 狮子 快扶上来 快扶上来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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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坏了吧 快快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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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救了狮子 我们狮魏答应 谢谢魏答应 程程 帅我救了狮子 合金护士会欠我一个人请吧 是 奴才给魏答应请个安 卫答应 您这衣服怎么都湿透了呀 不过换衣服的时间您是没有了 您请吧 慎行司 王蝉等着撤好您呢 带走 好 好 青春 鹑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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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不要 主 什么 这么多奴才跟着 新娘怎么会漏水 回皇上 公主身边的崔嬷嬷是带人跟着她 但是狮子顽皮一时没有看住 不过好在魏大印当时就在附近 正好遇见救了世子上来 魏大印 是呢 魏大印产后身子还没完全好呢 后来连衣服都没有拉得积换 就被带进慎行司了 清幼如何 太医正在看公主急得直哭 皇上 咱们去看看清幼吧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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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睡熟了 幸亏清幼有惊无险 皇上和公主也都可以安心了 皇阿玛 那个旧清幼的魏大印是什么人啊 儿臣本想谢他 却听说他被送入慎行司了 他生母串通了节省姥姥 害死了你十三弟 他手下的奴才 也似与你五妹六妹至私有关 送他到慎行司 是要查问清楚他是否牵涉其中 魏大印若真有如此大过 皇阿玛该重诚 只是 皇阿玛向来赏罚分明 他救了清幼之事 应该受赏 至少儿臣应该面谢 公主先照顾好清幼要紧 为答应 有同谋谋害皇寺的嫌疑 等查清楚了 您再谢他也不迟 皇阿玛 皇阿玛 慎行司这种地方 您还是应该看着些 查问归查问 莫叫人言行逼供 冤了清幼的救命恩人 我没做过 打死我也不会认的 为什么能不行啊 永行 还有啊 动不动就拉嫔妃进慎行司 额娘在时可没这样的道理 朕知道卫答应救了清幼 你自然帮她 儿臣已经听了不少闲话了 说卫答应自在杭州行宫得宠 皇阿娘就不满意 等后来 她又追去木兰围场 再获您的宠爱 皇阿娘就用了板柱之行 儿臣觉得 皇阿娘就是嫉妒 才借十三帝夭折之事发挥 欲除了争宠之人 你个公主啊 别开口闭口就是争宠得宠的 皇阿玛 那儿臣不也是受过 儿妇这样的委屈吗 再说了 按理说 儿臣是正妻 应该为皇阿娘说话 可凭心而论 未答应得宠服侍您 也是尽她的本分 这没什么可指摘的 儿臣看 就是皇阿玛心疼皇阿娘丧子 才这般纵容 你十三帝过世 是朕偏信了天象之说 委屈了皇后 此次的事情啊 魏大营的额娘下了不少的黑手 皇后有所怀疑也是理所应当 是 儿臣也听过天象之说 那儿臣觉得不是虚言 青天剑不曾有错过 您看 额娘崩世前的天象 还有姝娘娘有孕时的说法 那都是应了的 再说了 皇阿娘就认定 这主使的是魏大印 而不是齐母 那儿臣就想不明白了 这世上 哪有舍出青娘去送死的女儿呢 皇阿娘 儿臣觉得 无论如何 应该放魏大印出来 问问清楚 照顾着 皇上有旨 照顾着 住手 皇上有旨 放了魏大印 皇上有话要问你 您这模样还是先回去收拾收拾 皇上迟些会亲自去永寿宫问话 走吧 小心在家 珠儿 小心 令珠儿 您听奴才跟您说 您熬过了刑法要死不认就行 一旦认罪就是个死 皇上回头问起话来 您也这么坚持就是了 明白吗 小心脚底下 你说魏燕晚出了慎行寺 是啊 都说是皇上和公主的意思 魏大印在慎行寺受了刑 这会儿被静中抚黑自己宫里了 这会儿被静中抚黑自己宫里了 娘娘 咱们要去看看吧 你让尹妃跟着去伺候皇上 是 赶紧 赶紧 再去添几个火盆来 宫里只有这些黑炭了 我怕这些烟大熏着 珠儿 我不怕血 我就怕死 怕痴重 怕什么都没有了 珠儿 那我现在就去拿啊 皇上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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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 久未见您 臣妾向您请安 朕要谢你救了庆佑 景色就这么一个儿子 克尔沁部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嫡孙 幸亏他无事 还自无恙情好 皇上 我们主与世子从未谋面 却能不顾自己不懂水性就往下跳 且深秋水凉 又是产后体虚 着实难为我们主了 未答应真是喜欢孩子的人 怎么会害十三阿哥呢 皇上 不是奴婢要为自己的主辩白 而害十三阿哥的事 确实与我们主无关啊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丧子 是额娘的过错 也怪臣妾 从前在额娘面前念叨臣妾与皇后不默 抱怨皇后不喜臣妾 还屡屡受其责罚 才使得额娘莽撞之下 替臣妾出气 只是皇上 额娘已经伏法 臣妾也受了刑 皇后娘娘要怎样才相信臣妾 并未参与其中呢 那你为何私下要见田氏 臣妾召见田氏 是因为臣妾头会有余难免慌张 听闻田氏 是宫里最老到稳妥的接生姥姥 才一早召见询问生产之事 臣妾哪知 后来田氏和额娘 会做出那般勾当 那井氏之死 富贵 是你让王蝉抱去缩养的吧 皇上 臣妾以五公主合肝 又与颖妃和六公主无仇 为何要用王蝉抱走富贵 去谋害五公主呢 那日井氏与永姬换了衣裳 否则你要害的不就是永姬吗 皇上 臣妾对天法是绝无此心哪 皇上 您细想 臣妾无皇子 为何要谋害您的嫡子呢 这对臣妾又有什么好处 若臣妾生下皇子要争宠 这还说得过去一些 皇上 臣妾没有害人的理由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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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 以前是无知宫女 亏得您一手调教才有所长进 难道 您一手调教出来的人 是如此心如神仙吗 您要相信臣妾呀 锦中 奴才在 你去实行寺看看 若问不出什么 先让王蝉回永寿宫吧 遮 给颖妃娘娘请安 皇上万安 七公主给皇上请安 皇上 臣妾想着您说了今儿要去楚秀宫用膳 就带着七公主来迎迎您 秦佑顽皮落了水 幸得魏大营救了她 朕就顺道过来瞧她一眼 也真是巧了 秦佑偷溜出去 偏魏大营瞧见了 偏魏大营跳水救了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 只是 那个时辰 魏大营怎么会在那儿啊 皇上 自从七公主养在尹妃宫中 我们主就日思夜想 楚秀宫离御花园不远 我们主就盼着尹妃能带上七公主 去御花园玩耍 能远远地看上一眼 也是好的 皇上 那个时辰正是午睡的时候 深秋里风大 臣妾再不懂事 也不会带着七公主 去风口的地方吧 如今深秋了吗 风很大啊 臣妾不觉得呀 臣妾甚至分不住白天黑夜 臣妾 臣妾只是想念自己的孩子 皇上 王主太过于思念七公主 她已经恍惚了 子女养在别的嫔妃那儿 也是常有的事 对了 殷妃给七公主起了名字 她叫锦园 锦园 锦园 皇上 臣妾自知 不是个好额娘 出神威艰 学识浅薄 但是皇上 臣妾的爱你之心 不能因为臣妾的罪功 而有所缺失 臣妾 对不住锦园 颖妃出身高贵 也很会照顾孩子 谢皇上 锦园 有颖妃悉心教养 臣妾不失望能够将锦园 机会到身边了 但请皇上锤炼 能让臣妾 再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皇上 未答应落了水 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才好 您答应臣妾一起用膳 事真不早了 咱们先回去吧 臣妾求你垂怜 皇上 皇上 求你垂怜 您科恒 你科�� 可以的 皇上 谢谢 我 云妾求你垂怜 PBiyoto 皇上口谕 放王长回去伺候未呆 赶快放人 这 快 动手 你救了我的亲幼 我也遵你一句 畏娘娘 我还要多谢公主救命之恩呢 若不是您 我早死在圣经厮里了 你若真是害了皇阿玛的皇嗣 那我也救不得了 但既然你无事 那我也不会由着亲幼的救命恩人 困在圣经厮里 十三阿哥之事 我娘确实有罪 只是她真的气不过 我动辄就被皇后掌嘴 罚跪 施板住之刑 所以就一失糊涂 要求了皇后腹中的孩儿 为我报仇 如今我额娘已经死了 这皇后 你非要让我也死了才快活 我就奇怪了 你说你既没家事 也没子嗣 究竟是哪一点出调了 能让皇后动辄挑女的菜 因为我做奴婢的时候 伺候过孝贤皇后 这也是皇后最讨厌的 小心啊 就算逃得过今日 也不知道哪一日 这皇后啊 又要将我出之而后快了 那她可没那么容易 我既无子嗣 也无恩宠 我还能如何呀 如今有皇后拦着 我连皇上也见不到 其实啊 我也不求什么恩宠了 只希望 能再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 有个依靠 那便是最好的了 来 坐 如意啊 克尔钦部王爷 和俄夫来的请安折子 里面特别写到了 魏大营救了庆佑的事情 皇上的意思 是为了克尔钦部着想 就不处罚魏大营了 王产在慎行私卑用刑 不是什么也没招人吗 朕让慎行私对魏大营用刑了 可是他招无可招 再用刑下去 只怕是驱打成招了 如意啊 朕知道你心里的恨 朕亲自问过魏大营了 对他额娘所做之事 但是他再三发誓未曾参与 魏大营跟随了朕这么多年 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 舍出自己生母顶罪的毒妇 再说了 景思夭折的时候 他没有皇子 他也实在是没有争宠 谋害嫡子的必要 皇上信他的话 朕不是信他的话 是现在没有证据 他就的是 可尔勤部王爷的亲孙子 是满猛联姻的硕果 此番若是没有他 清佑只怕是性命难保 再说了 景色与俄夫因缘不谐 若是没有清佑 只怕他们是会合离了 这联姻要如何联得下去呢 朕的江山里面 不能缺少 可尔勤部的安稳哪 皇上又要让臣妾顾全大局了 皇上一直要臣妾顾全大局 臣妾也一直为大局忍耐 只是佣景 连你我的面都没见过就走了 景色 小心翼翼地把他养那么大 也有可能是魏延婉所害 走得这么可怜 庸景和景色之伤 朕何尝不心痛啊 但是朕 不只是他们的阿玛 更是一国之君 你 不只是他们的额娘 你更是一国之母啊 这臣妾怎么会不懂得 臣妾问您一句话 在你心里边 是不是根本不相信魏延婉 会做那样的事 我已答应从宫女起 就一直待在朕的身边 可以说是朕 一手调教出来的 你认为朕会一手调教出来 一个毒妇吗 害死了朕的儿女 还舍出了自己生母的性命 来为自己顶罪 这有可能吗 如意 臣妾明白了 儿臣瞧着魏娘娘可怜 她的额娘的确有错 但魏娘娘身在孕中猛然不知情 替母受过半年也够了 还有黄额娘也太揪着不放了 不顾您的心情 你黄额娘岂是你所能议论的 不要太过无状 儿臣耿直 看不下去 不就为了那个王蝉 在火场抱了一只 和富贵相似的狗吗 那样的野狗火场那常有 儿臣小的时候就见过 做不得说 你帮魏大人说话 就该知道 她涉及永景之死 想要十三弟死的人 怎么会救庆佑呢 皇阿玛 魏娘娘之前没见过庆佑 更不知道她是儿臣的孩子 她能有这份善心 是因为您的教导 魏娘娘额娘 是粗鄙贪婪之人 想来和她不是一路人 对了 儿妇很关心庆佑 若不是看在庆佑的份上 若不是想着 儿娘临崩事前的叮嘱 儿臣早不愿做这个 克尔庆部的儿媳了 这孝贤皇后 总是能顾全大局 当年再不舍 还是将你舍出来 远嫁蒙古 伯娘能顾全大局 那皇额娘呢 庆佑是儿臣和儿父 唯一的孩子 更是克尔庆部的嫡孙 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 魏娘娘救的 可不只是儿臣的孩子 更是克尔庆部的既往和未来 依旧 下去吧 奴才这就去接婉嫔娘娘 皇上可真是长情之人啊 您是有段时间未见婉嫔了 慢着 还是换卫答应来吧 遮 皇上 皇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江太医来消息说 魏答应玉洗四个月了 玉洗了 是 他是等了胎相吻了才说出来 他这般小心 想必是怕有人像他一般心思歹毒 会害了他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吧 听说魏答应生七公主时 出了大红 加之产后受责屡受刑罚 身子大有亏损 其实是不该急着玉洗的 他这般强求 他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只能自求斗福吧 若不是魏燕吻救了何静公主的独子 何静公主开口 皇上怎么会如此宽纵魏燕吻 更不会让他有了身孕 只是皇上一向是唐爱何静公主的 何静公主背后又有克尔钦布 就算咱们心中再气氛难平 眼下似乎也只能够按照皇上的心意 顾全大举 姐姐 咱们就再忍一忍吧 要我放下勇景和景思的事 我是放不下的 只是眼下棋举难破 唯有暂且安忍 死寂而动吧 该你了 是 皇上 永守公未答应喜丹皇子 好 皇子叙十四 按内阁你的名字资名永禄吧 那 未答应生子 喜三之喜 是否也是按照答应蝉子的规矩来呢 那十四弟也太可怜了 而且儿臣的婆家要是听说了 也不太好听啊 扶位是为令贵人吧 喳 皇阿玛 不去看看令贵人母子 静色 朕知道你感谢他救了你的孩子 你也觉得朕无情 可永瑾毕竟是朕的孩子 就算和令贵人母直接的感谢 也是他的额娘干的 换作是你 有人伤了你的孩子 你会原谅他的女儿吗 朕可以让他有孕生子 也可以抬高他的慰分 但是朕是永瑾的阿玛 是皇后的夫君 朕不能全然不顾他们的感受 皇上 如今四海平定 遇事归顺我大清 终顺无二 准个平定 蒙古各部与我大清更加紧密 嗯 那就好 只是这韩部 韩部 长久以来被准格尔不控制 如今准格尔已定 再平定了韩部 就是真正的四海清平 准格尔已经败落 韩部畏惧不定 有心向了大清示好 示好 如何示好 听赵慧将军说 韩部首领韩提 打算进贡和田白玉九尊 以表成意 对韩部而言 区区一个白玉之贡 就算是设好了 边地诸部落 一向以韩部为尊 若是韩部顺服 想来其余诸部也都会跟随 朕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臣告退 对 皇上 何事啊 皇上 太后催了好多次了 这绣女名册 您都还没看过呢 这科尔沁部也送人来了 主悉心照顾十四阿格 果然皇上垂怜 又生下了九公主 这不已经负了品位 只是令品而已 皇上对本宫也没有多加宠爱 本宫不能送谢 而且皇上把永洛和景云 送到寿康公太妃们的养育 本宫一面都见不到 那是皇上啊 疼惜您的身子 七公主之后是十四阿格 今年又生了九公主 您接连生产太伤身子了 不就是那点心计症吗 左右本宫能熬着 熬到哪日皇上怜悯本宫 把孩子们都还给本宫 本宫才不用这般如履薄冰地活着了 那您就更得养好身子啊 眼看这皇上又要玄秀了 皇帝 殿选已过 这次选秀的名位定的已经差不多了 你也瞧一瞧 儿子知道 这礼部尚书得保之女 所处伦士为瑞贵人 其余还有几位位分较低的答应还有偿赛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要紧的是 是克尔沁部的债桑根墩 送来的厄阴珠哥哥 景色不止一次跟朕提过 景色嫁到克尔沁部 克尔沁部又送来了厄阴珠 这满猛联姻啊 是扣得紧紧的 儿子想好了 定伯尔基基特氏为玉贫 一入宫即为主位 新人的住处 就让皇后去安排吧 嗯